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洞穴工廠 我們上一次已經把這個魔力池哦 做一些擴大 讓魔力產生越來越多 我今天稍微強化一下把各種的花 然後把我們的皮方男呢 把它變成懸浮的在旁邊一樣吃個食物 但因為為了美觀呢我把它種的比較近 但好像發現其實有的好像就是會被搶走 吃不到 他真的要種的話這稍分開種了 但這個就是加減 反正食物就很多隨便放 我做一些這個蔬菜雜燴這個也好補哦 我們就各種菜有的食物呢 都放上來吃一區 然後一些西瓜之夜好好吃哦 這個補的量也是不錯 那總之這邊就加減補一下魔力 那魔力這邊事實已經滿很多了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太大鋼筋 呃非常的足夠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可以做到12個了 然後召喚這蓋亞出來呢 我們還需要一個瘋火台哦 所以我們大概要去拿大砍刀 去砍一下凋零的頭了 那在那之前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戒指 視頻呢做一個強化 那這邊有個光環之介 他是會緩緩產生魔力的 你說我身上有些會耗磨的嗎 這個會慢慢的產生 然後我的魔力戒指 可以變得容量哦好像變了 感覺至少三四倍以上的這個容量哦 那他剛還可以做裝備哦 這邊的裝備其實蠻強的 他是比鑽石裝應該比玉髓裝還更好 然後他還有套裝的效果 魔力工具消耗魔力會減免 那恢復我飢渣度未滿也能補血 然後魔力石板的被動產能 全套穿起來呢 他這個抗擊腿是蠻強的 法律也比鑽石還好 那每個裝備都需要三個太拉鋼 所以整套下來呢就是12個 那需要各種的符文啊 這個是高級版符文 這我們等一下做一做 材料其實並不複雜 那接下來是要磨鋼 所以我們這邊磨鋼要先做個 24個魔力鋼 這邊整套太拉鋼呢 他用的是春夏秋冬的符文哦 褲子是秋 然後衣服是下 頭盔是春 那這邊的洞呢有一點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蛋糕 我們沒有蛋 對我們之前的雞呢都是這個僵尸小雞哦 這個蛋我沒有其他的取得來源 就只能想辦法拿到蛋 或者是海龜蛋也可以啊 可是這個蛋啊 沒有特別的來源呢 我們這只能等僵尸小雞嗎 然後把雞拉出來養嗎 不然是我們要弄個草地 讓自然野生的這個生物去生出來 應該的刷到一些野生小雞啦 不過目前還沒有養動物 所以這個嗎 這一件我暫時還做不出來 啊不過可以穿三件哦 變這樣子 穿起來很像賽魯的感覺 有人知道賽魯是什麼嗎 這個好綠哦 而且這個好壯的感覺哦 然後這邊我們還想再做一個飾品 這邊用的是運魔師線 然後風符溫這邊有一個卷銀護符 這個呢可以讓我們二段跳 覺得蠻方便的這個帶上來 他可以再升級成金斗銀護符 他就可以變三段跳 不過只要蓋亞之魂 那我們現在天花板其實都很小 看不出二段跳的感覺 這樣有沒有多跳了一下 那我們先去地獄砍一下凋零的頭哦 我現在在地獄移動應該算是 比較方便一點了 然後呢我在這邊走 也算不會太慢 這邊一定有環遊者腰帶 加速上還不錯 我這邊有藍色的狐狸哎 冰虎犬哦幽靈 哎要養嗎 我現在有抗火藥水了 然後煤炭啊我現在沒帶煤炭 聽說是為他吃煤炭的 好了這個不養了 我們直接離開 我們去找那個凋零骷髏 來嘍 ok 哇這邊有這邊有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大坑刀 掉頭的機率怎麼樣 我這邊頭應該是沒掉 沒這麼好掉 回家 砍個兩刀就能解決掉 機率應該是有多一些啦 看我藥水喝一下好了 我現在喝藥水怎麼那麼快 上面還有一隻二段跳 來了哦好多哦 一坨人 掉頭掉頭 頭給我頭 頭出來 哎沒有有嗎哎有哎兩顆的哦 好誇張哦 怎麼那麼多 已經打到兩顆了也讚哦 哎我發現這寶箱是特別的材質哎 哎有凋零肋 有肋股的話 其實好像我們可以用那個凋零 一般骷髏頭可以去轉化 可是我好像也沒有一般的頭哎 我有嗎 好像沒有吧 這邊有一隻骷髏看一下會不會掉頭呢 如果他掉的話就來轉換 但沒有還差一顆 剛剛是我運氣太好嗎 剛剛看了幾隻都沒掉了 我這邊有穿裝備的 為什麼你有裝備 等等你不太對勁 我砍到豬人了 他不太對勁而且他血好多哦 那這是特別的 哇好多好多好多 不怕不怕我們現在的是 太拉樁了也拜託 我就手拿大砍刀我解決了 這麼多關應該有有人掉頭吧 哎呀還有一隻突然生好多出來哦 全部旁邊的那個凋零 全部都衝過來了 豬人豬人 就被打其實真的沒受什麼傷 你大家有看到嗎 也不對我的武器都變斧頭了 然後他有時候武器 他會變成斧頭來砍哎奇怪 那頭應該哎居然不夠 我剛打那麼多隻居然都沒掉哦 掉吧哎有了 這一次乾淨力都掉了出來 那我們可以收工回家了 還是在這邊打一下凋零好了 不然我們在主世界爆炸也是麻煩呢 然後我在想我們要在哪邊打凋零怪呢 還是直接在遺跡裡面啊 我們這邊 這個比較硬一點 直接打這樣 ok 嗎 我大概是不會死吧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凋零怪應該蠻正常的 這一包包有沒有自動刷凋零怪的機器 我們直接來了 第一顆通常都是要手動刷了 哎呦銀漿 哎 他還蠻安分的嗎 他怎麼不會轉向 哎哎衝出來了 嘿 大砍刀的厲害 應該是不用擔心我的血量吧 嘿 嘿呀 哎怎麼有一隻怪物 有一隻骷弓 跳出來 嘿 雕零怪 我們這個好像有 砍到頭的機率 哦這開始扣血了 但是又不壞了沒問題 我會自動吃東西之後就方便很多了 慢慢哎就對了 慢慢哎 最大化輸出就可以了 站著砍就可以了 那一次搞定 我的死亡知識又增加了 打敗凋零怪也有這個特殊能力啊 這邊我查一下凋零骷弱 但好像有辦法自作哎 這邊是要他的護符碎片 那這個打怪有機會掉之外呢 也可以用他的材料去做 所以這邊多刷幾次 應該是可以做一個蛋 然後我們生怪磚就可以一直生了 據說還有一種捕捉的附魔 可以使生物死掉之後呢 有機率掉他們的蛋 哎 捕捉附魔 所以我們之後大概是要試一下 這個附魔臺的 這個肯會比我們直接做個蛋還方便哦 那我現在把風火臺完成 那任務完成之後呢 他好像有送一個太陽鋼就這樣 今天他有推薦一些打蓋雅 適合的東西尖刺飛輪 這個 是回力標的樣子嗎 藤蔓 然後磨青胎石這個好像有了 天降之咒是有天使屬性的花 他吸收魔力呢來恢復效果哦 補血的好像還好 另外一個是自由之意 消耗魔力呢 讓周圍的動物和怪物 無法進入一個圈內的花 哦一個防護罩啊 哎可是我們記得打蓋雅 範圍好像要很大哎 我們今天去打好了 有需要蓋嗎 我們做個蓋雅的武器好了 這個可以試一下 我們來摸一下這個 這個很多 這個有好用嗎 我好像沒有用過哎 丟 會回來嗎 哎回來哦回來了 會回來也將兩個夠嗎 他是一個遠距離武器 這樣是不是比弓箭還好用 傷害不曉得有多少 這邊太拉武器的話是太拉之刃 這個傷害好像也還好 還有一個是太拉斷裂者 這是斧頭 那看起來就是專門砍樹 而且可以砍很大量的樣子吧 太拉之刃的話呢 在揮舞時有機率發出一道 近身傷害的光線 那接下來該準備蓋雅儀式了 他需要一個啟動的瘋火臺 還有一些蓋雅水晶 那還要擺上祭塔祭品 就是太拉鋼了 啊但是他這個呢 好像要讓他啟動 那代表我們需要有一個天空哎 所以沒辦法去地獄 地獄上面有這個機眼擋住吧 所以我們好像也是得在主世界 可在這個石頭世界他 天花板是有天空的嗎 因為我們要啟動 讓那個瘋火臺有有那個光的話 必須要打通哎 這邊我可以來先做一個電梯方塊 這個應該是秀一下就直接到 天花板的那種吧 哎居然有機眼 哇那麼久 不行哎哎這樣我要怎麼打開呀 他這邊正常方式 可能要去終界召喚哎 但我想想我們看看能不能直接去 地獄的頂樓 我們要用珍珠然後穿越到上面去 啊卡到基岩層上再蓋應該可以吧 上面應該是可以蓋東西的 但是就是回來該怎麼辦呢 我這邊發現有一個蟲洞掉水 然後再加個食音呢就可以變成 直接回到重生你的地方傳送藥水 所以這樣怎麼回來的問題也就搞定了 還好那這邊低的高度很快就到了 大概是一二多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找一個最高點 然後直接A上去這種角度 哎哎哎我卡住卡住了一下 哎上來了耶 成功謝謝大家 我們直接在這邊蓋吧 在這邊應該也是能觸發吧 這個這也算天空吧 地獄的天空 可以嗎亮的起來嗎啊可以耶 有這樣子代表我們 能觸發挖掘加速 好那但是召喚蓋亞的時候 這個能力是沒有的 然後接下來擺上我們的水晶 儀式擺好之後呢 最後則是放上太拉鋼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正式打架嘍 來吧召喚蓋亞守護者 這邊自帶戰鬥音樂有夠大聲 啊周圍這邊離不開了 我們彈幕法杖 哦追蹤的呢 哎可是打不到蓋亞本人哦 只能打他旁邊小怪哦 血量320 呃好像還好 那地上有那個圈圈不能碰到好痛 痛痛痛等一下那個 扣血扣很多哎 哎啊這個怎麼打不到 哎不是他怎麼沒有回來 說好的回力鏢呢 哎等一下不能回血哦 哎哦有有回血好慢哦 不是他這回力鏢打不到人騙我 這陣有打到嗎 回力鏢 回力鏢回來哦 這真的有丟到嗎 然後這個有陷阱 地上那個紫色的不能踩 彈幕 彈幕打小怪倒是蠻方便的 直接砍比較快吧 那蓋亞的樣子 其實跟我們長的一模一樣 他就是蓋亞化身成我們的樣子了 直接砍吧 然後我們的傷害比較高 應該還是我的這把刀 別走 砍一下他就順一次了 地上線點好多哦 哦說他旁邊那個蝙蝠有什麼用嗎 小精靈 好像會慢慢的靠近你 但也太慢了吧 會講 血量剩一半了 我記得他是不是有第二階段 好像會越來越不妙 哎呦中哎 其實有中 但是他這個無敵時間有點長 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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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會講 好哎呀變身要變身了 第二階段得死 這這這這 啊好像會召喚一些小怪 不但彈幕法戰好用哎 打這個小怪哦 直接追蹤我的知識就增加了 哇 這個彈幕吸吸吸吸吸吸 機關槍一樣 吸吸吸吸吸 很好用 會消耗魔力就是啊 那我魔力應該還蠻多的吧 那他什麼時候才變身玩呢 這邊開始打怪了 戰力平好多哦 我這這這這這這這 我從地上爬上來耶 我現在在紀元城打怪 你好了沒 怪物都沒了呢 好來了第二階段 哇血量其實也很少 他其實就只是在召喚啊 他自己也沒有補血 解決了哎就這樣嗎 這麼簡單 Dado and Siku 完成了蓋亞之魂獲得 除此之外還打到一個凋零頭 哎為什麼他總會掉凋零頭 難道是額外掉落物嗎 那這邊有一個許許獎勵帶 大自然的玩笑 這是沈浸工業的東西 那就是造型啊 那主要是能獲得這個蓋亞之魂 那任務其實完成了耶 他任務其實就只要打一個 但是他這邊可以獲得一些神器 生命之家20哦 奧地之界除了額外的10顆星生命之外 還會免疫溺水窒息火焰跟飢餓的傷害 然後這個蓋亞其實有第二階段的 這邊是泰拉剛加蓋亞之魂 把它強化 然後會有更強的蓋亞守護者 還是我們直接再打一次 而且我記得這個獎勵應該是更好 我們再來挑戰吧 round two 第二戰 而且我覺得我們打完boss之後 我的那個血量上限也增加了 大概是有什麼等級提升了吧 那他血量一樣是320 沒有什麼變 一樣簡單簡單的來吧 而且怎麼感覺比第一次還爛啊 哎好痛 感覺比第一階段還弱一點 親一下小精靈 哇中毒中毒啊 這個凋力很痛凋力很痛 哦抽抽哎 那你 我輸了 那這邊我現在準備一些比較猛的藥水好了 這邊來釀一些特別的 首先是抗性惡的剛硬藥水 再還有增加攻擊的過仔藥水 那我們就再召喚一次了 這個再失敗 我就要回去打低階了 不好的蓋亞之魂沒了 哎 然後我裝上奧電之戒 血量是比較多 應該是沒問題了 喝下去 喝下去 好我現在很強 我現在很強你快來 很強的我 哎 力量將傷害有多少 會 血量變多了 ok 啦 會講 會講小精靈走開 紫色地板要小心 這個傷害好像變高了 紫色地板的傷害 會講小精靈 哎小精靈好痛 哎會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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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射子彈 很痛很痛很痛 等等哦痛痛痛痛痛 我的剛硬藥水 抗性有是有搞痛痛痛痛 喝一罐 我怎麼散 哦哦 哎不行 打不贏打不贏打不贏 真的打不贏 回血回血 我需要補血的藥水耶 不然真的不行呢 痛痛痛痛痛 再拖一點時間 我講 把小精靈解決 我現在只能靠食物去補血 就覺得有點慢 有點慢 我講 我看這個陷阱怎麼連空中都有 這我跳太高了嗎 好 他好像沒有在射了 哎射的好像是小精靈在射是不是 把小精靈先清掉 然後我現在變弱了 我這就中毒了 過載 ok 好好好 跪下 攻擊攻擊 那個子彈其實好像閃的掉哎 只要我們維持移動的話 應該是沒事 先把小精靈解決 你覺得嗎 ok 搞定搞定你這個鞋還有兩排吧 我的鞋還有兩排 人 感覺小精靈的數量變多了 喂 這裡 跑好快哦 其實他移動速度是變快了 喂差不多要召喚了吧 喂 好 再來呢 這裡 喂 解決你們 要召喚要召喚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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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好像會邊攻擊耶這時候 他會偷射子彈 我們閃一下閃一下 彈幕彈幕彈幕 喂我閃我閃 來啊可以可以可以 其他小怪對我們來說非常的簡單 只要閃這個白色子彈 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 召喚完血量就剩一點點了 好像有召喚凋零怪是不是哎 解鎖了 腹胎腰帶是什麼 等一下再看 ok 趕快解決 快快快快 好該該出來了吧你來了來了 最後一小段呢 嘿 哎呀等一下哦不能硬A不能硬A會死 會出事會出事 還是要閃還是要閃 抗性抗性 好好好 最後謹慎一點 再來 先清怪先清怪 嘿 子彈閃一下 回家 回家 人呢 再兩刀 再來個幾刀 再一刀再一刀 別跑 回家 回家耶 有名的 money money 夢 money money 是錢嗎 夢夢的錢 我們現在哦 命運骰子就是這個老闆 特別的東西啊 然後還會拿到一些符文哎 天使的論文聽起來很強 啊今天符文就不用做了 我們打這個就會掉了 超級棒 然後還有這個愛琳的意志 這是太大鋼頭盔增加一些不同能力 那蓋亞之魂也是一大堆哦 這邊只要打過呢 這個蓋亞之魂跟這個太亞鋼的數量 是會越來越多的 那這些唱片就可以強化 我們之前聽課的武器的 這個也都非常的實用 那這個祕密的骰子呢 就可以讓我們獲得 神器 我們拿到的是禁忌之國 禁忌之國是利用背包裡的魔力 填滿你的飢餓 也就是有了這個就永遠不會飢餓了 我再放在背包包會不會自己吃哎 我們現在有的魔力啊非常多 那感覺還要再打一次嗎 蓋亞之魂後面也是有一些實用的東西 但用量我覺得應該沒這麼大哦 這邊我可以先做一個美德斗篷 這個每10秒都可以抵擋一次傷害 那這個傷害不管多高都可以直接擋住 哇變得好中二哦 哈哈哈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剛拿的大木法杖 其實也是用蓋亞之魂做的 他這個給的很好 如果這有到終界的話 這個天一族之冠可以讓我們稍微的飛行一下 但記得是有限制的 那我們這木法任務算是完成的 這個剩下回家弄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沒有獎勵 那他剩下的一些挑戰是自動的活木活石 然後自動的魔力化 自動的做符文之類的 我當然也沒需要用到這麼多了 這個就不錯了 好的 那我們這集呢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之後裝備再弄強一點 附謀弄好之後再把蓋亞好好打一下 啊有一些各種的飾品 蠻好用的可以再獲得一下 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會喜歡 想看下一集可以按個喜歡 不想看可以按不喜歡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